居家隔離心智上路 但卻讓保險理賠亂象再起 有產險業者表態 若保護已經打滿3G疫苗 還挑3加4居家隔離 屬故意行為不理賠 但政府排版只要有居隔室時 取得隔離通知書 保險公司就得理賠 而且只要合保通過 不管承保人有幾家保險都得理賠 你不能再去要求說 人家還要去看你的小房卡 到底你有沒有住3G 這是不對的 防疫險之亂大爆發 金管會表示假如孩子確診 家長陪同居隔 只要有居隔單 保險業者就得理賠 但若是孩子同學確診 孩子屬於密切接觸者居隔 家長沒隔離單主動賠 這就不理賠 藍綠明代炮轟 會爆發防疫險之亂 是因為不少保險公司投機卸責 主管單位太沒作為 賺了那麼多錢 笑嘻嘻的 爽歪歪的 該理賠的時候 叽叽歪歪的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跟你找其中的一條兩條 就不給你賠 比如說你沒有打疫苗 他不給你賠 絕對成得起啦 他的金子有1700多億嘛 快2000億了 那你了不起賠個700億吧 專家預估 若台灣有20%的人確診 保險業至少得失血180億左右 記者綜合報導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頻上的 5到6頻的 或是小頻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